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后 大家都认为说应该不会很困难 因为英国本身加入欧盟的时候就有点三心二意 本身关系就是有那么一点什么 而且英国也保留了很多 而英国并没有加入欧元区 所以大家都认为脱欧应该很容易 你没有欧元的问题 对不对 你货币还是你的货币 你的中央还是你的中央银行 没想到这两年越谈越谈不拢 而且最可怕在哪呢 谈到最后 从一个脱欧的一个民众的民意 现在变成了英国的政治危机 还好英国现任首相Teresa May 刚刚度过了这个一次危机 不信任投票 让他survive了 因为说实话 任何一党也会让他survive 因为很简单 还有谁 谁愿意来做这事 因为保守党内部没有人愿意取代他了 现在他想找个人来取代他都没人愿意来 这是一个烫手山芋 问题呢 第一个文章请的张教授 这个脱欧协议是经过两年 英国跟欧盟共同协商 也具有英国内部很大民意基础的一个版本 居然在英国议会大比例的 给否决了 这个票数差距 200票 432对202 是啊 差了230票 对啊 创造了英国这百年来首相最大的羞辱 没错嘛 你自己党都不支持你 所以这就代表了一个非常深层的问题 就是英国的民主政治怎么搞的 解决不了问题 而且英国你是议会政治 本身来讲你首相是由多数党领袖出任的 你应该具有民意基础的 没想到你的党否决你 党否决 然后他们全下院否决你 没错 所以今天带来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欧洲整个的经济的前瞻都投下了一个阴影 所以这个问题很蛮严重的 而且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其实这个协议我注意看了看 我也读了读英国人的担心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那就是爱尔兰的问题 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问题 因为按照这个协议的话 不要忘了英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严格意义来讲人家爱尔兰不属于你 可是北爱尔兰又属于 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谈北爱尔兰里面的矛盾 这里牵扯到宗教问题 对 英国的 北爱尔兰是英国国教 对 英国的国教 然后现在闹事的是这帮天主教的教徒 他们认为他们受到了迫害 所以这里面 当然虽然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 北爱尔兰共和军也脚枪了 大家这个也不搞了 所以 可是 大家这个心结被没有解开 所以这件事一闹 大家说了 好了 按照你的脱欧方案 英国脱出去了 那我和你什么关系 我的贸易关系就变成了一个边境了 现在一个大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英国脱欧这个Teresa May的方案不被支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北爱尔兰问题 没错吧 因为大家英国这个北爱尔兰也希望这样子 那么大多数的欧盟的国家跟英国也希望在北爱尔兰跟爱尔兰之间没有一个所谓的实质的边境 对 他没有 那么没有边境 大家都属于欧盟的话 问题不大 对 问题不无所谓 反正人员 货物 各种来往都没有关系 你要脱欧了 对不对 脱欧的话 我就不能让你 如果英国又脱欧 又可以什么十遍进来的话 那他事实上就 欧盟怎么办 对吗 他也没办法 所以 他们建了一个 达成的协议 就是说 为了保证这个不通关就是英国跟那个北爱尔兰在这个谈判期间 就是如果通过的话 两年谈判的 两年 这个缓中期 谈判之间的话 这个大家决定怎么保证欧盟的制度 欧盟的法律 欧盟的贸易条件可以被尊重 他如果没有达到协议的话 那么现在欧盟在对英国的跟英国的关系就是永远持续 没错 那么英国人一看说这下才了的 原来脱欧盟想说我这样一搞到比不脱欧还差 我现在既然没有享受到欧盟的好处 那么欧盟的管制还是永远的 这就是他失败的一个很大原因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欧洲这个关税同盟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北爱尔兰的这个问题 因为解决的不太理想 或者说大家不太满意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就不仅如此 当然这里欧洲人也比较担心 我现在欧盟的很多公民在英国的权益的问题 因为除了欧洲人 英国人在欧盟工作 这还好办 说实话 英国人在欧盟工作还好办 因为你作为一个国家单一国家 你可以申请工作签证 就是我即便变成关系改变了 我最多发那个签证就完了 可是问题很多欧洲的公民在英国 他也很多人像来自中国欧洲的一个国家 他也都退休在英国了 那突然大家离婚了 我们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说 你如果说没有脱欧协议的话 就叫做没有脱欧协议的英国退出 这就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太大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就造成了整个欧洲内部的贸易 还是对外贸易 因为欧洲 当初英国脱欧的一个最大原因 就是说英国的可以收尾很多自主权 可以非常自由的跟其他世界各国 来搞些什么贸易协议 他起码他不用接受那些难民的quota 所以很多东西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问题 这是失败的最大原因还是北爱尔兰这个条款 那么这个问题是当地 那么Teresa May现在很惨了 因为按照规定今年的3月 3月29号 就脱欧了 对没错啊 现在只剩下两个月的多一点时间 而欧盟跟他说了 谈新版别谈 不跟你谈新版 所以呢 怎么办 对不对 我觉得Teresa May这几天 马上就要出一个新的修改版 对啊 再给国会 他新的修改版改来 然后国会再投票 你还得经过人欧盟同意啊 他国会要投票 他就跟欧盟讲 但是我想国会也不想要同意 你想想看 搞了什么几个月都搞不成 你三天搞得成 开玩笑的 这是不想也搞不成 对啊 而且你要觉得你三个天就能搞成的话 你早就改了 你还整个认识吗 搞不成的 所以最可能的情况就是什么 英国内部没有协议 没有协议 不过现在传出的消息 不是个官方消息 就是欧盟可以把脱欧的时间 从三月推到七月份 这是最可能的 所以现在目前欧洲领袖们认为说 我们协议不能改 但是呢 这个时间可以调整 这是最可能的结果 因为这是负合双方面的利益 OK 因为大家都不想就此翻脸 搞什么大家很确定 毕竟这个翻脸总是 大家都损失 大家都不确定啊 对 你现在那么如果不 现在还有时间的话 就把这个 把这个问题留到 留到后面几个月 像在很多国际线 中国几前的领导人 有个名言嘛 我们这一代人 没办法解决 留下一代人去的 而且 而且 现在脱欧没有办法 留到后面几个月 留到后面几个月 显然是Therisa May的 她的responsibility了 因为她有法律选择 对啊 因为她的公投已经通过要脱欧 公投脱欧 这是运行规定的 这是法律 你的政府就要执行了 没错 而且是你发动的 是你发动的 因为她这个是通过了法律 你就要执行 对不对 你不执行的 你要推翻这个 再来搞一个公投 对啊 OK 再来搞一个公投 但是现在呢 当然也有人用这个政治方法 想用政治方法来解决了 有人提出来说 干脆这个内阁辞职 总辞提前大选 如果提前大选 就是新的民意 你选出新的国会领袖啊 是是 就新的民意 如果说你保守党 依然是多数党 那你还可以保守党出任首相 你可以宣布说 我再搞一次公投 现在是这样讲 现在有几个时间性的关系在这里 第一点我相信必定需要先延期 这点是看来双方达成故事了 然后有时间 然后怎么办 英国要真正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必须要先找出一个政府来 他能够得到议会的大多数支持 没错 多数支持 你能保证他的决议能通过 能通过 那么如果决议能够通过 那也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如果新的政府出来 那你现在讲了 可能搞出来新政府 也不见能够得到支持 那么现在 只有这个 对英国讲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再重新一次公投 是 再重新一次公投 如果到那个翻了案 那好了 那个法律不存在了 OK 但是你要再想公投的话 你必须得改变新的民意 你政府 你先进政府大选 你政府大选了以后 你才能够合理的合法 好像我不知道 英国的法律 两次公投 同一个内容的时候 需要间隔多长时间 这个好像还有个 时间的概念的问题 我不太知道 这个具体法律 我相信这个 好像应该不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提出 要再搞一次公投 OK 所以那个 我相信这个问题 可能 就矛盾 即使有限制 也可以解决 但是问题是讲 就是说 英国内部的 民意的 结构 有没有发生了 这么大的改变 换句话说 52比48 站到几年前 你现在能不能把它翻过来 OK 这段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